好 主播帶你來關心金華城必案的最新進展 我們都知道現在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以及副市長彭政生 兩個人在2號凌晨3點的時候被裁定 那柯文哲是無保請回 這個彭政生則是羈押境界 那對此呢 我們下午就邀請到了黃博榮律師 邀請律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為什麼前政府市長兩個人下場會差那麼多 因為羈押程序其實只是確認說 到底有沒有符合羈押的市由 那要符合做這個要件來進行確認 那就算他是柯文哲是市長的情況下 那也不影響說他到底是不是有介入說這個圖利的過程 需要有證據認為說他犯罪嫌疑重大 再來考慮說他是否有羈押必要的事由 例如說再來考慮他有滅政逃亡 或者是串政的可能性以後 才會進行做一個羈押裁定 那目前這個原本的裁定是認為說 他沒有犯罪嫌疑重大的情況下 所以根本不能進行羈押 那因為對此呢 這個不管是檢察官還是彭政生律師 其實對這樣的裁定結果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因此他們兩個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就已經遞交這個抗告的書狀 已經送到了收發室裡面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律師 像目前這個檢察官和彭政生律師 他們會怎麼樣去主張去要求 或是希望說這抗告可以成功 如果就檢察官面的話 因為原審認為說這個重大犯罪嫌疑的部分 根本沒辦法舉證 根本沒辦法讓他撼動說需要激壓 因此檢察官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去駁斥說 原審哪些證據是漏位採納 明明就是可以證明說是犯罪嫌疑重大 而不去認定的情況下 那要做這個進行公訪那才有機會發回 如果沒辦法的話只能收到駁回的裁定 那另外就彭政生律師的部分 就一定要強調說 哪些激壓事由其實是沒有的 例如說這個紹秀沛的部分 已經到案說明甚至是檢方 請他無保請回 那這個部分到底是不是可以 繼續作為激壓的理由 那這一定是要做一個判斷 再來說彭政生的身體狀況 是否一定要用激壓 有沒有其他激壓替代考量的措施 可以去做處理 可以的話那這些東西都沒辦法進行激壓 再來就是相關滅證的情況下 因為手機或者是電腦都被扣走了 那是否還有滅證的可能性 那要就這個部分來進行公訪 那我們也知道說其實這個抗告呢 可以在這個裁定出來的10天之內就提出抗告 但是這一回不管是檢察官還是彭政生律師 其實在裁定之後隔天下午 就已經遞交這個抗告書狀 那昨天這個法官其實也連夜來越卷 那我們就很好奇說 他這個抗告狀到底什麼時候會有個 裁定的結果出來 如果依照前案像鄭文燦這種案子 跟這些可以相對比 都是社會重大矚目的案子 也是公務員涉探的案件的話 我看最晚今天傍晚或是晚上 就會有最新的結果 那最後想請教一下說 因為現在柯文哲身上是考了好幾個案件嘛 那昨天這個他的競選辦公室的財務長 李文中其實也是在木可案件中 從證人轉為被告 那對此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說 這一次柯文哲 他這個檢察官對他提出抗告 是對這個柯文哲有利還是不利的呢 這件事我會覺得說 木可案件跟這件金華城案子 原則上應該都是分開來看的 那就這個部分就是在檢察官 還是要去證明說 到底柯文哲對於金華城案件 到底有沒有涉案情形 重大的情況去判斷 那就這個木可案件的部分 有其他被告的情況下 如果認定說 柯文哲有去涉案這個木可案件 那甚至會重新發動一次的居體 或者是逮捕 然後甚至再重新申請羈押 但是兩件事情是沒有相關連的 謝謝律師 所以我們知道說 今天最快高等法院 就會做出抗告的裁定 但是目前這個時間還沒有出來 但無論如何 我們都將持續來為您掌握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在高院 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將會做出抗告的部分 如果再次到來 請問一下 祭物資格